有的小伙伴在看假门骑士的时候 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骑士变身前要摆pose 怪人们还傻傻的在那看着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门骑士变身动作之后的秘密 1.平胜老大哥制定一号 平胜老大哥空我 所以假门骑士在新时代的重启之作 自然是要致敬 所以空我的变身动作 基本上都是在制定假门骑士一号 首先将双手放在腰间 将腰带召唤出来 然后右手滑向左边 最后压回捏伸拳的左手 触动腰带的按钮 临时占纹出光芒完成变身 在初次变身为全能形态时 古代并没等装甲全部着重完成 就上去周身打怪了 在教堂大火的音声下 慢慢变化为空火的身影 也成了特色史上的一个名场面 2.龙骑的多种变身姿态 龙骑中出现了13位假门骑士 他们的变身姿势也是各不相同 先来说的男主脚身丝 抛出卡壳 然后右手滑到左边 接着插入卡壳完成变身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很明显也是在至今1号 这恐怕也是在暗示 龙骑是13位骑士中 唯一一个贯身初心 自始终都是好人的骑士 这也骑的变身动作 类似于一个甩屁风 很符合连的风衣人设 第一任变身时 右手从脖子处划出 做出一套斩首次的动作 另一旦名字 羽庞蟹骑学兽 手术且能为从主场到下线 全程穿了一件 盲绳文样的皮夹克 他的主要骑学兽 是一条隐厅蛇 所以变身动作 直接将卡壳融向空中 接住后插入腰带 完成变身 发风不禁想问 只要是没接住 岂不是非常的尴尬 三 自带动作教程的 财子 小米师财子的腰带 在设定上 是由反派智脑公司生产的 定义保护奥飞诺之王 智脑作为一个大企业 秉承者服务好客户这一宗旨 他们在腰带的包装中 下入了说明书 并且在箱子里 发生了变身姿势 真的是从零开始 找你如何变身 别的骑士喊变身 可能只想少个帅 而财子是真的必须喊变身 说明书上就是怎么写的 输入代码555 然后把手机举过头顶 大喊一句变身 将手机插入腰带 完成整套动作 导家则是要输入913 然后将手机 写插入腰带中 变身为财明骑士凯撒 真理实力强于财子 但爆发略去一筹 三条腰带中最好用 也是最强的Delta腰带 谁都能使用 且没有副作用 不用输入任何代码 直接将手机放在耳边 大喊一句变身 然后将其插入腰带内 即可完成变身 简单又方便 这一练夹明骑士的Delta 成为了一个玩人骑 刺 剑意义不明的动作 夹明骑士剑的OP 常常被粉丝们诟病 更好好听 但不知道画面是什么意思 主角们生存在夜店中 作者意义不明的动作 不知道是要干嘛 其实不光是OP 对连这部剧里 骑士的变身pose 也不知道代表了什么意思 比如说男主角剑起 它变身时 先键卡片插入腰带中 然后右手伸向前方 最后左手翻到腰带 右手收回完成变身 广外全员的独创变身方式 没有一点致敬 就前辈的动作 比肩起的复杂一些 左手拧成圈 然后右手转个圈 翻动腰带 所以为什么非得摆这些动作 直接变身不可以吗 在相传时 直接刷个卡便可以完成变身 甚至连摩托车也跟着一起变 真是各种花里胡哨 5.点花变身动作的响鬼 响鬼是所有假名词中 比较特殊的那一个 变身道具不是腰带 而是各种小小的乐器 比如说硬插 哨子之类的 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根据设定 只要让道具 做出清智之音 即可完成变身 所以变身者 一般是选择敲击 或者吹击的方式 让变身道具发出声音 然后将近举个头顶 额头吃线对应的文章 在变身完成前 变身者的周围会出现狂风 雷电或者火焰形成屏障 保护变身者 想出一般 只是解除头部装甲 然后回去换衣服 六 不需要变身Pulse的夹斗 咱们其实夹斗这部剧 先是外星人入侵 又是人类社会被渗透 各种设定非常硬核 既然这么硬核 那摆Pulse这些耳同效元素 虽然就会出现违和感 所以夹斗直接取消了 变身要摆Pulse这些设定 况且 天道被定义为 该世界关卡最强的启示 让这么一个怼天怼地 不够言笑的人 在变身时 摆Pulse 就可以完成变身 突出一个干净利落 同时可能是为了 贴合剧中一满的科幻风格 扎作器的腰带 也是变成旧时年中 待机效最少的 也是自甲斗开始 电王 月琪 地琪 都不需要在变身前摆Pulse 直到加明GW 摆Pulse的要素 才算真正回归 7 动作千奇百怪的 新十年骑士 自W开始 骑士的变身动作 变成千奇百怪 比如说小太郎 变身成Joker时 最后右手做出一个假动作 再用左手活动启动器 迷惑体人 薇萨的作为魔化师 变身动作表现得 非常西方红格 用戒指戒除腰带 然后左手红放 短着魔化阵 腰过全身 不紧不慢 同时又帅起 与薇萨的比起来 凯武的变身动作 就要青春洋溢溢得多 刚好与年轻人的 舞蹈主题相契合 同时凯武也解开了 加明GW的历史中的一个谜题 原来除了个别是 腰带设定外 加明GW的变身动作 真的都是 变身只有自己想出来的 假承第一次拿了腰带 和手中的时候 在房间里翻来覆去 最后想出了一个 拿着手中 在腰带底上 转一圈的变身方式 所以一头傲娇 就没有他这么调劲 直接让手中 在手指上圈一圈 然后插上腰带开切 虽然都是转手中 但就像是 要跟凯武反正来一样 剧中这两个人 也是相爱相杀 直到大结局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小伙伴们 就喜欢哪位骑士的变身pose呢 欢迎在困执区 留言讨论哦 这里是阿风 我们下次再见